大家好,我是大沛 如果你注意到我的眉毛,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這邊沒有畫,這邊有畫呢? 因為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平眉的畫法 之前就有很多人私訊問過 我說平眉要怎麼樣畫 為什麼我都不畫平眉 我不畫平眉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欸!貓咪好吵喔 我不畫平眉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眉眼距離 已經很近了,我如果畫平眉 的話呢 會讓人家很明顯的感受到 有一點壓迫感 所以我沒有那麼長畫平眉 再加上我個性也不是 非常什麼溫和啊 小女人啊怎麼樣,所以 我自己沒有畫平眉的習慣 但我不是沒有畫過 那也不是說你眉眼距很近 你就都不可以畫平眉,這是個人喜好 問題啦,可是呢 如果是畫平眉的話 很容易就是 加強人家去注意到 你眉毛眼睛的距離 你眼睛眼型的走向 是往下的,往上的,還是平的 因為會跟人的眉毛做 就是比較 所以如果你畫平眉的話 你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你要就是會被注意到你的眼睛 眉眼距啦,眼睛眼型的走向 會比較的明顯一些 比有一點弧度的眉毛 會讓人家更容易注意到你的眼型 往上平的還是往下 這樣 那我們先來zooming一下 我來講一下我之前 我跟你們分享過的幾個小小重點 這邊呢,這個是我平常 喜歡畫的眉型 那我之前有提過幾個小小重點 就是 眉頭的位置呢 基本上是對到你的眼頭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眉峰呢 是從鼻翼 對到,你要直視你的鏡子 對到眼球外側 然後再往上對,對到你的眉峰 那眉尾的地方呢 是從鼻翼對眼尾 然後對到你的眉尾 這個是我之前 有發過兩支畫眉毛的影片 有講到 這是這三個點 的垂直方向 找到位置 之後呢,水平的方向呢 這個眉峰的這個底部 還有眉尾這個地方 的連線啊 他們這兩個相對高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無論你的眉峰挑的 多高或多平 你這個眉頭的這個底部 還有眉尾 如果是假設眉尾比較低 這邊比較高 你整體給人家看起來眉毛就是下垂的 那如果你是相反 這邊比較低,這邊比較高 不管你這邊挑的多高或多低 你的整體眉型就是往上揚的 所以如果這樣子 這樣子的眉型看起來就是會 比較柔和 有的人會說很衰 所以看個人喜好 如果你喜歡這樣八字八字的 那是你的喜好 只是你要知道你這樣畫會有怎麼樣的效果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眉型呢 畫起來就是很陽剛的那一種 所以我個人是 比較偏好就是 頭,這個眉峰的底部 眉頭的底部 然後眉尾是平的 這是我個人喜歡 這樣子 那你們可能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我沒有特別講說這個 眉峰的下緣 這個眉底 應該要在什麼位置 因為這個眉底呢 眉峰的位置是這樣子 是相對的嘛 在這邊 可是它的垂直上面的高度 我沒有特別去講過 因為這就牽涉到你要畫成 怎麼樣的眉型 也就是說如果是平眉的話 眉頭和眉尾的相對距離 一樣要是水平的會比較好 比較理想 那這個眉峰的位置呢 也是可以有鼻翼眼球外側 找到眉峰的位置 只是平眉的話 這個眉峰下緣的這個眉底 跟眉頭的下緣的眉底 還有眉尾 這三個點 會很接近水平線 那不一定要完全非常水平 有的時候 這邊眉峰下面這個眉底 還會稍微起來一點點 有一點點弧度 所以這三個點越接近水平線 就是越 越接近大家說的平眉 那再來看一下 這三個點要接近水平線的話呢 有兩種像 如果你的眉型本來就是平的 那很恭喜你 你就順著你的眉型畫就可以 那像我的眉型啊 我現在修的眉型不是平的嘛 那我如果硬要畫一個平眉的話呢 有兩種可能 就是我把眉峰這邊往下拉下來 另外一種是我把眉頭提上去 那你要用哪一種都可以 我個人會偏好我自己 把眉頭提上去一點 因為我的眉眼距已經很近了 所以我把這邊拉下來呢 你看這樣就是壓下來 太近真的太近了 所以我會傾向把這邊往上推這樣 但是因為我眉毛沒有修成平眉的眉型嘛 所以等一下畫完之後呢 可能會看到一些毛露在眉型的外面 所以多多包含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眉毛露在吃飯好吵 這個眉頭對上來這邊 應該說眼頭 鼻翼對上來這邊 就是眉頭的位置 然後呢 鼻翼外側還有眼球外側 這邊找到眉峰 這邊找到眉尾 這個眉頭的位置呢找到之後呢 我的眉頭要往上調整 讓這個點 這個點接近水平 其實因為我現在是固定這個點 我不想要移動這個地方 我想要把這邊提上去 所以呢我大概是 我看著我的鏡子好了 看著這個相機的 我有點 有點小 我怕畫錯 我把眉頭提上來了 應該很明顯吧 然後我還是不建議描框 除非你技術很好 你描的框非常的輕 你描的框跟你內緣的甜色 沒有落差 不會讓人家看到一個很絲絆的框框 但我還是沒有很喜歡描框 個人選擇 如果你很喜歡描 你也不要理我 你就知道你自己就好 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輕輕的喔 好 你們看我眉頭已經抬起來了 跟眉峰差不多高 好 再來呢 把 這邊是眉底嗎 把眉底也填好 好 再來由眉底往前帶 找到眉頭的下緣這裡 我剛剛只是在調整這裡和這裡的高度 這樣它在水平位置差不多這樣 好這邊大概從這邊開始 我這邊下緣有一些我本來的眉毛 我本來就是喜歡的眉型的毛 這邊有點跑出來這一塊 如果你是想要平眉的人呢 那這塊你就可以把它修掉了 然後就先讓我留著這些眉毛 眉頭會一直調整 我在看我等一下用遮瑕膏可不可以把這邊這個眉毛遮掉喔 不行就算了 反正你們懂我意思就好 好啦 這樣眉頭的上緣下緣 眉峰的上緣下緣 差不多之後我們拉出眉尾 眉尾也是用這個方式找 找到眉尾 然後要跟 盡量這兩個點和眉尾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好我們來檢查一下 眉頭 眉峰 眉尾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 是盡量在一個水平線 然後頭尾呢 也盡量在一個水平線 我現在試試看可不可以把底下這個毛 這邊這個毛 把它遮掉 因為那是我本來眉型的毛 好我剛剛稍微用點遮瑕膏 把我這邊 多餘的眉毛稍微遮一下 可是效果應該也 沒有很好 好啦你們都問一次就好 這邊大概就是我 畫好的平眉 然後呢我再跟你們 重複一下 唉唷撞到手 我再跟你們重複一下喔 我這邊呢 眉頭 眉峰 眉尾 然後這兩點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這個眉峰下面的這個眉底的挑高的程度啊 是我自己控制的 那我這邊呢也是眉頭 眉峰 眉尾 一樣 然後也是這個眉頭的眉底 還有眉尾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然後呢 眉峰的位置跟剛剛一樣是這樣找出來的嘛 只是眉峰要挑多高 眉底的高度呢 因為我要畫平眉 所以我就全部 要跟這邊和這邊一樣高度 所以我的眉峰下面的眉底 跟這邊眉峰下面的眉 眉底 是最大最大的差異 就是這邊調整下來 前後相對關係都一樣 那如果你的眉型跟我一樣 本來是這樣子的眉型 你要畫成平眉呢 兩種選擇 一種是把眉頭往上調整 眉尾也往上調整 另外一個選擇是眉頭眉尾不動 眉峰這邊往下拉 那我因為眉眼距很近 所以我是選擇把眉頭往上拉 眉尾我也有往上調整 所以現在呢 就是平眉的樣子 那我把鏡頭拉遠給你們看整體的感覺 好啦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發現我兩邊的眉毛呢 是不太一樣的 這邊呢大概就是 我如果是畫平眉的感覺 有差別嗎你們覺得 那這邊呢是我原本眉型 我喜歡的眉型 就是有一點自然弧度的 我也不是挑非常高 畫平眉這邊就是 看起來比較溫和一點 這裡呢就是比較有精神 好啦那剛剛跟你們強調了一些 不管你畫什麼樣的眉型 一些比較不會變動的法則 一些相對位置的概念之後呢 我想要提醒大家 我有的時候會看到一些 畫平眉的時候不是 非常理想的方法 譬如說直接拿尺來量 其實我覺得平眉要求的是一個 感覺 並不是真的有沒有很平 我覺得平眉不是要很平 而是要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要拿尺來量 就算你沒有辦法非常的平 你只要把弧度壓下來 一樣會有往平眉那個方向邁進的效果 那另外呢就是我常常看到人家 框起來然後塗滿 我沒有非常的建議 我不建議的原因不是不可以框起來塗滿 而是常常容易 你框起來的那個框的筆觸啊 跟你塗滿的筆觸會不太一樣 然後呢你就會很明顯看出來有一個框架在 不然就是你框的時候 框得太死板了 所以呢你的邊緣啊就會非常的明顯 有一個切齊的線 那樣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可是 反正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本來的方法用得非常好 你根本也不需要改變啦 這是一個建議而已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畫起來有點問題 可能可以朝這幾個方向就是改善這樣 那如果你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你這樣畫都很好 那也不用變動啊 反正每個人化妝的方法呢都是不一樣的 那最後一個常見的呢就是 平眉啊 他覺得這個 就是平眉還是會有眉峰的 平眉不是沒有眉峰 不是漸漸的就收尖了 或是到後面就變方形了 平眉還是有一個眉峰 只是因為他挑的弧度比較低 所以他的角度呢 怎麼講 這邊的角度比較明顯 這邊角度比較不明顯 但他還是會有眉峰的 那再來就是眉頭 平眉的眉頭 眉頭跟一般眉型的眉頭通通都一樣 就是要自然一點 不是說平眉的眉頭就是會有一個方形的眉頭在 那樣也沒有非常的好看 就是沒有很自然啦 化妝一切都是以看起來不突兀為重點嘛 就是平常的妝容啊 好吧那希望今天呢跟你們分享 我平常畫的眉毛和我畫平眉的時候 看起來感覺哪裡不一樣 然後還有我之前分享的畫眉毛幾個重點 一樣可以應用在平眉上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畫出你自己喜歡的平眉 然後注意前後的位置 不要畫出八字眉或往上揚痕 很像什麼張飛還是什麼將軍的那個眉毛 那祝大家畫眉毛順利 謝謝你們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